中西漫年, 永是綿朗, 光影不變, 主持, 女仔 各位網友,各位聽眾,你們好 又回到第二集第二節的首輪影院 剛才我們都說了很多關於大時代 為何可以成為一套神劇 也當中有很多角色 韋家輝將他們塑造為超為妙 我現在再講一點 這一套戲的影響有多大 韋家輝在接受這套戲的時候 其實他是三十出頭的一個年輕監製 他真的是一個天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開頭第一集 如果有網友有看第一集 他是用一個倒序形式 來講這個大時代的開始 他用一個最後的一幕 去解釋方家和丁家的恩怨情愁 就是什麼呢 應該沒有什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就是丁蟹炒空了股票 就逐個兒子扔下街 這個一開始就看到有故事的結局 所以現在重播到頭六集 頭六集的大時代有三集 大台都把它列為M成年觀眾 即是有這個不安的鏡頭 就是丟仔落街 你看到現在哪有可能頭六集 在黃錦樹段 是做到一些類似M成年觀眾的情節 那麼何況這一套大時代 雖然那時候沒有這個 什麼PG家長指引 M成年觀眾的東西 但是 你看到韋家輝這麼創新 用一個倒序兼丟人下去的時候 沒有人試過 甚至乎 丟仔 丟四個蟹下去的時候 聽聞就是說 是出街那天才拍的 即是出街那天才拍這一幕 那你交完再剪 哇這個真是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你看到韋家輝 哪有這樣的權力 可以令到大台可以這樣改 opening 所以你看到 這套戲 是真的被人做神劇 是有理由的 那第二個 那我可以講後一點的 就是說 鄭少秋 是一世以前的大俠的 性格大俠的角色 因為他以前做的都是風流人物 好色演辦 古龍 或者是金融裡面的大俠人物 但是丁蟹是因為這套戲 就是性格就是 還不講理 才大氣粗 恐武 恐武有力 那 因為呢 鄭少秋也有說過 因為這套戲呢 他是要練到很大隻 練到很大隻 然後呢 才去拍這套戲 那所以呢 他呢 丁蟹呢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很 有正義感 很正直的人 但其實呢 內裡有很多事情 他完全都不明白的 即是怎樣呢 即是他經常以為有人喜歡他 以為有人對他好 舉個例子 他以為呢 南傑英呢 是很喜歡他的 第一集 開頭都是的 但是之後呢 其實呢 南傑英是跟了劉重雁在一起的 那他就以為呢 南傑英是很喜歡鄭少秋 然後呢 他就說了 你都玩了我十六年了 為什麽 我們 就是因為啊 方俊新這個人 就令到我們呢 不能夠好好的在一起 但其實南傑英 根本不想是他在一起 但他以為自己呢 就仍然呢 南傑英很喜歡他 那這個呢 就仍然都 以為自己 自己想自己 即是FF 很幻想自己 那另外呢 我之前第一次都有說的 江毅宿辦的陳曼儀 就引誘他 就說 諾答了 叫他就說 那麼多人死不見他死 那你快點死吧 其實呢 是想他快點死 但是呢 丁蟹又誤解了別人的意思 那就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他自己屈機屈到好運 屈到好運回來呢 做贏大錢 那這個呢 丁蟹呢 就是 扮 扮得好 鬼好笑 又以為有人喜歡他 又說 有人 就是他什麼都死都拗生 所以你看到他中間有一幕呢 他在香港 為被人判死刑的 那他就講自辯 就是講到自己呢 就好像大條道理 打死呀 劉松仁呢 是很正常的 我自衛還擊的 那就是搞得好像呢 就是亂都想拗生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阿丁蟹這個角色呢 呃 癲喪得來呢 又很疼 另外他那四個兒子啦 寶貝仔啦 所以這個人呢 就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揮到這個角色 呃 我覺得 維家輝選這個角色是選對了 就是現在我覺得 雲觀那麼多個演員 誰可以做到呢 又好像很正直又愚愚 又癲喪 又身在手勒的人 那除此之外 我也想講一提 就是說另一個主角 劉青雲 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劉青雲現在的老婆呢 就是郭艾明的 那他們兩套呢 就在因為這套戲呢 就發生了感情的 那跟著沒有幾年呢 就是沒有久就拍拖了 一百多年之後呢 就變成了《兩公婆》的 那這套戲呢 郭艾明呢 真是為了 就是他甚至乎 好像是為了劉青雲呢 就放棄了在海外升學的機會來的 其實呢 郭艾明是一個很高學歷的人來的 他可能就想著選完港姐就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拿到冠軍啦 更加拍完這套戲 那跟著就 就開始跟劉青雲呢 就要抱出一段戀曲啦 到今時今日我都覺得他們兩個是很恩愛的 好了 那另外呢 再說多一點就是 其實《無線》就經常很喜歡的了 因為一些電影 看見好像翻拍啊 前一集很收得啊 於是乎呢 就想開一個電影版 那這套戲都不例外的 他就說想開一個電影版 不過我跟你說 我一開始都說了 這陣容可一不可在的 可一不可在的 那因為有些人已經離開了世界 正如我剛才說江藝叔 誰可以做到陳萬元這個角色呢 甚至乎還有一班人在 但是二十三年前 你還想 以一個差不多的原班人馬去拍呢 我跟你說是沒有可能的 舉個例子 曾江已經八十歲了 你還叫人回來做 做什麼呢 即是說這些的 劉剛都七十幾了 鄭少秋 你叫他做回丁眼 沒玩了 人家已經六十幾歲了 不是四十幾歲 那時候拍的時候四十幾歲 甚至乎白血的兒子 那些什麼邵仲恆 陶大宇 郭靖雄 吳啟明 那些全部都五十歲了 劉青雲都五十歲了 喂 沒玩了 你就算找回李麗珍那些 五十都來了 那所以就是說 無線之外 有時候很愚蠢 就是說 以為人家的劇集收得 那些劇集收得 做拍電影 甚至乎 之前不是衝上雲宵 衝上雲宵一 我覺得很好看 但是去到衝上雲宵二 就開始了 古人精怪的了 什麼Holiday 那些 就是陳法拉那些做 我覺得他又不是做得很好 那些人又換了角色 所以我不知道他做來做什麼 那甚至乎 電影版做離土 除了是保持著 只有幾個 張志琳 吳鎮主之外 全部都換了什麼 鄭秀文 郭彩傑 古天樂 這些狗不搭 無尼拉加的角色 都會做過來 所以我覺得無線 為了錢 就是不擇手段 所以我 寧願這些是經典中的經典 你都不要破壞它 讓它保持著味道 就算數 不要每次都說 哎呀 我 因為這套 收得了 我們不如拍電影版 算了 人家現在劉青雲 已經是金像獎 雙鳥影帝 兩次金像獎影帝 又是金馬獎影帝 所以 不要再搞這些無謂的東西 好了 講了這麼久了 還有少許時間 我都想講一下 神劇 當然有神的主題曲 雖然我看到 他那兩套劇的主題曲 我的生命 我的愛 是譚明明唱的 另外那一套 就叫做 歲月無情 鄭少秋唱的 兩套都好看 這兩套的主題曲 都是令到我 痴痴淫醉 看完這套劇之後 我經常都會 聽回這首歌 即是說 我的生命 我的愛 尤其是 這一個主題曲 我覺得 這個 我小小解讀一下 我的生命 我的愛 我就覺得 它是描述著 劉松仁和 楠潔英之間的感情關係 所以是有這一套 另外 歲月無情 我覺得 鄭少秋唱的那個 反射回 鄭少秋 即是扮演的丁鞋 《日神》 因為鄭少秋中間 有一段時間 就在香港和台灣 就蹲過牢的 到他出來 開始有無限好運的時候 是 即是由窮到窮變發達 是44歲 所以見到 歲月無情這首歌 我覺得基本上 是影射回鄭少秋的 那當然 它裡面有一個 插曲 都是令到我感動流涕 就是 往往去描述 周慧敏和劉青雲之間的感情 就會播出這個《紅河村》 《紅河村》是什麼歌呢? 《紅河村》是一個文謠 將它變成一個廣東話版 就是什麼 什麼 《時間將衝衝飛》 這樣 當然這套 這個是一個 民謠 是美國的一個民謠 當然有很多翻唱的 當中一個翻唱到 放在大時代裡面 甚至乎 《紅河村》 是在日後那套 《大時代》續集 即是由亞視做的 這個叫做《世紀之戰》 都有用到的 我也想說 電視史上 從來未有一套劇 是橫跨才在TVB播第一集 ATV播第二集 雖然第一集和第二集 因為有少少版權關係 第二集做的事情 這個角色的名字都變了少少 但是 仍然影響到 都是大時代的續集 這個《世紀之戰》 仍然都有少少班底 仍然都保持著主要三個角色 第一個是謝少秋 第二個是劉青雲 第三個是郭凱銘 不過郭凱銘 在第一集做龍紀文 就是做劉青雲的外人 其中一個外人 但是第二集 就轉了去 喜歡了陳啟泰 不過最後 都回到劉青雲身邊 你看到《世紀之戰》 是大時代的續集 我不敢說兩集如何比較 哪個好哪個不好 但是 逐集也有可處的地方 你看到他們兩個方家和丁家 打到九咬九骨 到最後 差不多最後 是兩家合作去對付 還有這個叫做 有索羅斯 拍攝索羅斯 角色的賽線 你看到 葦家暉 其實在第二輯的《世紀之戰》 就是《世紀之戰》裡面 也都很重要地刻劃 丁家和方家的關係 又重新和好了 大前提就是 他們全部的子女 就是方添薄的 方添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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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兄弟姐妹 爹地媽媽都死了 丁喊那邊都是 那四個兒子全部死了 所以你看到 他們是 一個跨世紀的合作 去打敗這個外國的國際金融大鱷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合作 其實沒有的 其實現在 沒有可能會再發生這些情節 先在TVB播 後期ATV播 TVB ATV 最後 都說多一點點 其實 最後 為什麼大時代變成一個神劇 就是一些詞彙上的東西 到今時今日 都還用得著的 詞彙 舉個例子 蟹貨的蟹 就由丁蟹的蟹走出來 大奇跡日 就是說 跌到很盡了 但是那一天 突然間 就大幅反彈 股票大幅反彈上回來 我們就可以用大奇跡日來講 當然 還有一個咒語 我們叫做 叫做什麼 丁蟹效應 丁蟹效應 大家都知道了 聽得太多了 凡是有鄭少秋出來做的劇集 主持 甚至乎 他現在做的 《森林麗星王》 都有人說 鄭少秋一出現 哎呀 股票一定會跌到不得知了 甚至乎 真的有人 有國際機構 會研究這個丁蟹效應 就是說 每一 鄭少秋有份出來做的事情 就會跌 但是有人 真的會計 他一出現 他就跌幾多個點 跌幾多個percent的限真指數 所以呢 在2004年的3月 法國的里昂證券 亦都為此 發表這個研究報告 看到這個資料這樣告訴他 這個現象呢 令到其他國家的投資者 都認識的 所以你看到呢 大時代這套劇 不單止二十幾年後 仍然都歷久上身 百漢不厭 而且呢 他亦都反映了 即是那時候 九十年代的劇集 是真的 做到有水準 而且 不是流水作業的 亦都呢 在九十年代呢 TVB和ATV之間的競爭 是最激烈的時代 因為呢 我們去做《大時代》的時候呢 我小時候呢 我不是看《大時代》的 我是看《對家》 ATV的劇集 是看《聖者維王》 《聖者維王》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套劇來的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講《大時代》 那我不作多題 我是第幾次看呢 這一套《大時代》 我才是第二次看的 所以我看到這一套劇 真的到現在仍然影響了很多不同的香港人 即是有這個集體回憶 最後都說多一句 現在這樣的陣容呢 可一不可再 那看看未來的日子 看看有沒有可以再集合一些強大的class 去做一些叫做 屬於你和我的經典回憶 好 那今集的首輪影音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是林仔 歡迎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有什麼意見 歡迎你也是上來這個中港台的Fan page 亦都可以在其他不同的途徑都可以告訴我 啊 究竟我的節目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的 有什麼改善空間 我亦都樂於接受你們的意見 那再提提大家 中港台呢 現在就在iTunes的Podcast裡面 都可以聽到中港台不同的節目 那我這裡做個簡單的宣傳先啦 那希望大家呢 多多呢 除了利用這個Youtube之外 亦都可以歡迎大家呢 以這個iTunes的Podcast的形式 去聽我們的不同的節目 因為除了有我首輪影音之外呢 亦都有主打節目 以論擊石 和大佬邦所做的廣古邦 那希望大家呢 多多支持我們這個中港台這個新網台的 好 再說一次 我是林仔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中西漫演 永是綿落 光影不變 支持 林仔 永是綿落 有一天 你 你 我 沒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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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